起锅热油,倒入5个鸡蛋 煎至定型后,翻面煎另一面 煎好之后切成小方块 锅中加少许食用油,放入蒜末炒香 炒出香味后,倒入不好的虾仁 把虾仁炒熟之后,倒入鸡蛋 稍微翻炒几下,然后倒入到砂锅中 接着加入开水,这是汤汁变白的关键 然后再放入豆腐,开小火慢炖 群带菜用冷水泡发,一点就可以泡发很多 它的涵盖量是牛奶的10倍 这时候我们锅里的汤也炖的奶白奶白的 把泡发好的群带菜放入锅中 再放入几粒枸杞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胡椒粉调味 煮熟后再撒上一点葱花,美味即成 汤鲜味美,有营养,喜欢就试试吧 消灭,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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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牌 再边激醉伅好 Ivana 芳 killer,滚 buzz仔 这报道